最后一个阶段 也就是到第六阶段 就是称为采花式 这个采花式啊 原来老的叫法就叫乱采花 这一段呢 主要是陈氏太极拳 是最高级的打法 在这个阶段里头 不在乎是 一路或二路的 拳式的先后次序 这个已经都给它打乱了 也不存在于全世的大小 以及全世的高低等等 只求什么呢 求得这个随心所欲 不跃距这种地步 就是练习的时间 由自己掌握 可以长可以短 可快可慢 就达到这个出神入化的这种阶段 心为令 眼为齐 心一想 手就当 能不做到 能去 能救 能刚 能柔 能进 能退 不动 如山月 难知 如阴阳 无穷 如天地 充实 如太仓 动 如江河之水 波兰 起伏 气势 旁博 滔滔不绝 练好这个太极拳呢 主要要对于这个操练 要朝朝运化 使而勉强 久而自然 这样才能够把这功夫练成 这个需要 就是这个时间 如果 能够尊重这个要求去练 大约三年 应该达到小成的功夫 啊 你这就是很不错了 另一这个 这个一路太极拳 二路太极拳 对于初恋的人来说呢 应该这个 做到这个 喜心 敌律 聚其妄念 平心静弃 无欲无求 你这样才能够 才能学权 是吧 才能够的这个心平气和 是吧 那个 对于这个 里边都讲的呢 主要是第一路权呢 主要是 以身领守 也叫 以身运守 先慢而后快 二路呢 是以手领身 主要就是 加强了步法和身法的练习 是吧 这个 才能够 达到这个 以弱胜强 用四两 不千斤的这种 这种劲儿 也有人说这个 什么一路为柔 二路为刚 这种说法呢 是 不足取的 也是错误的 这是对于太育拳 没有一个更深的这种 这种了解 它刚柔相继 互相的 它是互相依存的 不能把它分开 对于太肯定的 我可以做的 是 对于太肯定的 感谢观看